近年來許多單位致力於海洋資源富裕 不過十五號綠島鄉公所準備了四萬多隻 驗魚魚苗要放流到海中 沒有想到才沒多久 就看到大量的漁苗漂浮水面 明顯死亡 鄉公所立即承認疏失 研判式運送過程出了問題 黑色的驗魚魚苗一把把地 被挑到水桶中 十五號上午綠島鄉公所舉辦 驗魚魚苗放流活動 大人小孩都來參加 那只不過 才剛到下溜滑梯幾分鐘後 往下看好多漁苗 都已經飄在水面上呈現死亡 下午也有潛水客 在放流地點的海底下 發現不少死亡漁苗 運送出問題導致四萬隻漁苗其中有大量死亡 專家也提醒運送過程中水裡的氧氣 鹽度溫度都是關鍵 必須要每進食的時候必須車子停下來要檢測 活運輸艙裡面的水溫 活運溫完了以後確認活存率以後我們才會進行放流 驗魚放流豐富海洋生態 但這個疏忽不僅耗費大量資源更讓人看得心疼 國際新聞 陳軍醫 羅大委 黑豐尾 臺東報導